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说什么叫大气的香味 创一卷七画 探寻造物之道 画面就是在博 但是对它的文化的理解不会博 对古老的七画不会博 修一颗匠心 追求极致之美 匠人匠人 匠人就是要一个匠心 实际上有这个协议就是这个人特别匠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江都七画 市集代表性传承人 金桂青 什么叫特别 能从头到尾都能搞清楚 这就是我的特长 七画是从古代彩绘漆器上的装饰文样中 走出来的民族画中 古人用大气在一块木板上流长自如的勾勒 一位位栩栩如生的人物跃然于板上 七亿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江都七画 清代的江都县续制《物产考》中记载 七窃 七后 苗金或浅刻 多用木胚施以瓦灰细工 七至平连 摩克名人书画 欠以罗电 七工亦精良 可见在古时 江都县的七画制作技艺已相当纯熟 在七十年代 我们江都的地方政府 组织所有的民间艺人 成立了江都特种工艺厂 专门为外贸出口生产各种栖器家具 把这个企划发展到了最辉煌的技术水平 2007年3月 江都企划入选江都省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呢是出生在江都特种工艺厂 我们这个厂呢是做切齐为主的 金贵清的父母都是江都特种工艺厂的香汉工人 金贵清可以说是闻着七香长大的 我们这个厂是靠大气制成的 所以我们闻到大气的味道 很可能就感觉到我们有生活的来源 我们通过大气组成的产品 我们的生活就很富裕 所以说大气就有香味了 1976年 品学兼优的金贵清 从江都中学毕业后 因优秀的绘画功底被留任为美术教师 当教师期间衣食无忧 但金贵清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他思索再三决定要去混一会 埋藏在心底的梦想 为了传承手工艺 做自己从小就向往的期化 1981年 22岁的金贵清辞去了任职五年的美术教师工作 考入江都特种工艺厂工业干部培训班 从此他便与企划结下了四十年的不解之缘 我从事工艺这么多年 现在退休了 退休工资 比起我如果坚持做老师的话 可能是天朗之别 但是我为什么到现在不后悔 对我们父辈的敬重和羡慕他们 对七七艺术品的一种制作的工匠精神 他们在我面前好神奇 画得很好 所以我就认真的跟在他们后面进行学习 1983年 25岁的金贵清 以优异的考核成绩 被工艺厂定为重点培养对象 送到福建一所大学的艺术美术学院 专攻七七专业 在那里 金贵清学到了福建七画的精髓 并在之后的创作里将南北七画巧妙地融合 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领域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对于我来说 实在开了眼界 并且达到了所谓收尽其风打草稿的效果 七画是时间与耐心造就的美 创作一件七画作品 需要十几道工序 一件作品需要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方能完成 这是我们的脑粉 或者叫泥特粉 出门搞打底子用的 就是打底子 要反复地刷五六遍 一次一次地搞 搞了以后 它就不会出现不平 或者好切什么之类的 毕竟出生在这个厂里面 所以说相对来说 可能效果和别人就不一样 并不是所有喜爱七画的人 都能从事七画行业 出窥门禁的学徒 首先就要经过大期的生理考验 大期里面有霉 这个霉通过人的皮肤的毛孔 进去以后 就会出现红种症状 然后这叫切窗 切窗这个事情 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人 都会有过瘾 很凑巧 我从事这个气疫工艺 几十年来 应该说没有有过 偶尔可能有一点救护 有一点弘扬 但是症状不太明显 是不是上天去眷顾论令 我会做妻妻 但这个呢我也说不清楚 金贵卿 金贵卿与七画的感情 可谓是如胶似漆 在与七相伴的日子里 夫人陈素华 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她 陈素华并不从事艺术行业 但是同样有着不输金贵卿的那份 对工艺美术的热爱 一起床吃个早饭 她就来工艺房 就来这里做画 然后中午夜不回家吃饭 一直到晚就回家 连孩子她都没有时间接 就整天沉迷在这个做画的工作当中 我和夫人到现在已经就四十年来组合了 所以说这个四十年来呢 应该说非常感谢 支持她 支持她 基本每个人讲过别的什么话 都是在支持她的 西黑一词道出了天然漆的色彩局限 于是老手艺人将金 银 贝壳 玉石 蛋壳等材料 相嵌于漆化中 与黑漆之美相得欲争 蛋壳是漆化作品中最不可或缺的材料 布农的大漆它是天冷的 咖啡的浅土黄色 灰黄色 就把这个蛋壳作为白颜色 另外这个白颜色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在哪呢 就像我们的那个碎瓷纹一样 它有天冷的纹路 这个纹路呢给人产生一种美的激励 漆黑与壳白形成鲜明的两极 生动展现素描中的结构关系 到镜头来看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印刷作品 放大镜放大到一定备售的时候 它是有点证的 所以我们的蛋壳呢 就通过点证的方法 输密关系 它就印证了前后的层次 比如说像这一块 密集多大一点呢 它就感觉在前面 然后到了瓦航下面 逐渐逐渐虚过去 那就是点证 用点证的方法 它是很费功夫的 自幼耳濡目染 漆香浸润一生 从我出生起 就体会到 什么叫大气的味道 甚至说 什么叫大气的香味 创一卷漆画 探寻造物之道 画面就是在博 但是对它的文化的理解 不会博 对古老的漆画不会博 修一颗匠心 追求极致之美 匠人匠人匠人 匠人就是有一个匠心 实际上有这个协议 就是这个人特别匠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江都企画 市集代表性传承人 金桂青 在企画这项记忆中 最宝贵的天分是耐心 其中打磨是最射人心魄的 成败有时就在毫无理之间 一旦磨通 需要从头再来 这会让之前的所有努力 复之一具 实际上我们的企画的 就是假发和减发的事情 实际上 出效果主要是减发 假发是做基础工作 有大量的时间去打磨 打磨的过程中 要发现画面上 可能出现了最佳效果 那就必须要停下来 不是眼睛闭着 反复在磨 不行了 要边磨 要边看 要仔细研究一下 这个基硬的图案 是不是像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由于我们油气加工的程度 厚薄不一样 在打磨的时候 剪发剪的次数不一样 那就出现了基硬效果更要注意 所以不能随便的去 其实要按照一个方向去搞 要看效果 否则的话 到时候推光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那就出现沙子路 金桂青对七画有传承也有创新 通常做装饰的七画的长宽有三五米 外出展览参加比赛携带很不方便 于是金桂青思考 能不能在七画记忆上有所改进 借鉴国画的卷轴 让七画由刚变柔 金桂青首先想到 采用纸质布置等各种可卷曲的材质 来做七画的载体 然而在这些材料上制画 效果却都不如传统七画 经过多达五十次的固化柔韧性实验后 终于找到了一种高仿锯质有机材料 作为七画基料 解决了画面韧性差容易脆的难题 采用新的材质 以往的经验就不完全适用 为了能制作出和木板七画一样的质感 金桂青再次做起了实验 通过一次次的打磨研究 金桂青终于在可卷七画浅薄的材质 和木板七画厚重的质感间 找到了平衡 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三个六的产品 它可能就是六百六十字 什么叫发明 也就是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实验 付出的时间总会留下痕迹 从反复尝试到申报专利 金桂青前后用了 十多年的时间 2007年10月 由金桂青探索研制的 可卷区的企划加工方法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将人将人 将人就是要一个将心 实际上有的一个协议 就是这个人特别将 也有的意思在里面将 将就是比较认真 时光不负首亿人 2008年 金贵清和他的团队 耗时四年时间 终于完成大型可卷企划 清明上河图的制作 这幅作品在2011年的 江苏省工艺美术博览会上 一举夺得了中国七期艺术 百花七花杯金奖 通过这个光线 这部造势以后就能看出 当初这个堆的画面的厚度 给人感觉是栩栩如生 就像板画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七花的最大的特点 有一定的厚度 立体感比较好 卷的前提必须要薄一点 因为我们正常板材气画 上面它的这个从基底雕到表面层的厚度 大概1.5到2个毫米 甚至有的人度说三四个毫米 但我的这个画仅仅有一个毫米已经很厚了 在薄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毫米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给制作这个口卷七花就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尤其在打磨上面 因为这个打磨稍不留神 为了保留七花本身的艺术特性 金桂青在制作可卷曲七花时 并没有改变七花的制作工艺 用的还是传统的描绘 修图 贴拨 打磨等工艺流程 当我灯光打过去的时候 这个画面上仔细可以辨论上面的图片里面的文字 但是手摸上去呢 它是比较平整的 原因在哪里 是在这个微波的厚度的空间里面 我把它立体化了 那么画面就是再拨 但是对它的文化的理解不会拨 对古老的企划不会拨 但是更同时证明了 我的口觉企划 与本材基地企划 实好是不兴奢的 对古老企划最好的保护 就是赋予它全新的生命 让它走进如今人们的生活 这些年来 金贵青一直在积极推广企划 金贵青说 它想以可卷企划为载体 以飞移宣传飞移 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名片 它的可卷企划三把刀 就生动呈现了扬州文化中最典型的代表 除刀 修脚刀 理发刀的三段场景 很多的年轻人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感兴趣 都通过我们去宣传 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有诱惑力 就是好用 好看 好玩 尽量让自己的传统的老产品赋予新的生命 让我们的产品在他们印象当中能够扎下根 所以他们会喜欢上我们的飞移 近年来 金贵青不遗余力地带着企划参加各种活动 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中国传统手工记忆 但是 如何传承 一直是萦绕在金贵青心头的头等大事 前提必要有兴趣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爱好 是一种手艺的传承 所以说你说把钢子划得那么高 后子不比 有时候它不来怎么办 你从这传承下去总比不传承好一点 对吧 所以带土地来说 我是边做边发展 再发展 寻找发展 始终要发展土地 要让后期有人 严下 金贵青收下了五位弟子 哪怕再猛 他每周还要抽出一天的时间 到社区里给学生们授课 金老师对做这个很细致 他对我们制作要求也很高 精精一夜 南京地田 中山站的金龙腾飞那个壁画 包括撒切粉 用的切粉的颗粒的细度 当时都要用塞子来塞 把这个切粉要求的细度 六十目的 八十目的 他都要求的很认真 很仔细的 金贵青说 为喜爱的事 庆祝一生 对他而言 是一份稳稳的幸福 好 好 感谢观看